来看一下TE对阵WBG的第一局下半场 佩佩这把上来果然抓先知 因为你抓园丁和抓心理的话 理论上面来讲都有可能要打四刀的 外面先知一只鸟 所以抓先知会更快一点 这把对于穷人来讲想要去 因为这套阵容它的一个扎实程度 会高于上一套就带囚图的阵容 但是它的一个休机速度没有 这刀没打到 第一刀有这边的话先知的鸟 这波鸟还没能给 看下一波了 因为后面的话17秒以后有闪现 这只鸟有可能会给不出来 这只鸟是一定要给上 因为后面大概率是两波搏命来套 所以对这只鸟一定要给上 没有任何问题 这只鸟给上了 手里面还有个飞轮 这个飞轮能不能顶掉这个闪现 再来牵制一波 如果能 那么对于要交闪了 闪现一刀 没有交飞轮的机会 一点点都没有 佩佩这个时间都还太好了 就是如果能再拖一轮时间的话呢 其实它的一个前期牵制就 已经是一个飞轮双弹先知的极限了 那么现在的话就差 就差这一个飞轮点嘛 但是闪现也逼出来了 也还好 说实话这个局对于穷者来讲呢 我是更倾向于他们干嘛呢 先保一 因为这套阵容 他很容易在挂飞先知以后 他挂飞先知一旦被挂飞 三人残局是很容易一波拉扯 被佩佩直接拉断掉的 什么叫拉断掉 就是直接打崩 穷者这边是以这个阵容 他们是不太能够去 哎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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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个血线 这个血线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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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 完了 为什么没有顶盾过来 救人 这个血线真有点紧啊 那这波打完就直接应该是锁定一个四抓了 他都不存在三抓跑一个的可能性了 这边还好 大夫这块板子下掉以后呢 确保人就下来 追一刀先知 那边的话要去把园丁补起来 佩佩这边看了一眼先知的一个位置 回头还是想了想算了 想了想还是算了 这种局它是不能出现这样的问题的 就一个震慑啊什么的就直接没了 因为这个对抗过程当中 其实双方能够 特别是穷者这边 这套阵容能够去争取的东西很少 这套阵容 它就不是一套去争取的一个阵容 它是一套保下线的阵容 那你在这个阵容过程 走流程的过程当中 突然之间就跟 对吧 那个自行车那个锁链断了一样 你就没办法了 这里园丁 顶盾 佩佩的话 大家注意啊 15秒以后是有技能的 这波技能看看 能不能园丁逼出来 因为园丁可能 它一个薄命园丁 可能逼不出这个船 逼不出这个闪 那这个闪现如果说留在女鬼手上面 它是可以挂上以后做非常多的变化 压制住密码机锁定四抓的 只能说这个确实得去看回放 一般来说 园丁过来救人都是顶盾的 这一波可能是距离比较远吧 这盾没顶 找到大副 这里的话回溯我过来 压大副的位置 打一刀 要注意的是什么 外面的心理学家是不是半血 其实佩佩在这个时间点 这波打完之后 他完全可以干嘛呢 传送落地 就他甚至都可以 这波打过半了以后 就不要管这个园丁了 直接传送落地去找那个心理学家都可以 当然因为现在好像感觉着大副机子不够 大副这边人也救不下来 所以说这里流闪线好像把这大副抬了 人救不下来的 有传 对吧 有伞 这个人是无论如何救不下来的 直接一波传送 如果说这个局面呈现的是什么呢 就差最后一台机的情况下 这边过半以后 就是第一时间传心理 因为这样的话呢 会更加的好打 但是因为密码机差的太多了 劣势太大了 所以说佩佩这边选择做防守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一个抽刀 好的 没打好嘛 确实没打好 就这波救人得回去好好看一下了 我也要看一下 因为当时没有想到就是会没救下来 园丁过来救人和大副过来救人 其实是现在就是打女鬼的一个经典双救 因为为什么呢 这两个人救人无稳 一个顶盾救 一个摇牌表救 上来的话 打一个5分 7比2 挂人啊 佩佩这么果断呢 挂人嘛 至少感觉 可能 may be 算了 来不及 起来的时候 人已经到脸上了 哎呀 好顺滑